中国航天近年来的发展速度可谓是有目共睹 不仅成功研发出了四代19种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同时也开启了探月工程 火星探索工程 空间站建设等多项重点工程 此外在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序列中 最早在1970年成功研发出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并且还搭载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 目前该家族实力最强的当属长征五号 毕竟该火箭属于21世纪之后 中国研发的大型液体捆绑式运载火箭 该火箭配备四个助推器 采用无毒无染的推进剂 长度大约在56米左右 起飞重量大约在869吨 正是因为长征五号拥有强大的运载能力 因此近年来才会将多个重要发射任务交由长征五号 此外除了长征五号之外 我国还在研发全新的重型火箭长征九号 该火箭目前还处于试验和论证阶段 未来或许会成为我国太空探测的有力帮手 毕竟该火箭的新级直径达到10米 长度大约在上百米 起飞质量更是达到了4000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更是达到了140吨 为此可以说 这款火箭若能成功问世 那么意味着我国将会拥有 不逊于土星五号的运载火箭 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明白 中国不遗余力的 甚至是举国之力研发长征九号 难道真的是为了打破美俄载人登月的神话 事实上 长征九号的首要任务 或许以载人登月为主 毕竟如今已经发射了 五款长额号月球探测器 不仅从最初的硬着陆 软着陆 背面着陆 再到如今的成功取回月壤 可以说 我国载人登月 也到了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 下一步必定是载人登月 毕竟继续发射探测器 已经没有太多的作用 再加上中俄决定联合探月 并且决定要联合打造月球基地 为此中国下一步 必须要实现载人登月 才能在接下来的联合探月中 占据主动地位 当然 我国研发长征九号 也并非只为进行载人登月 同时也为接下来的太空基建 提前做准备 毕竟此前已经有消息称 中国要将基建工程搬上太空 意味着要在太空建设 多个立国立民的实用性工程 为此可以说 长征九号 不仅可以承担载人登月 和空间站建设计划 同时也要负责太空建设等 关键性用途 可以说 如今的中国 在航天领域 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 随着我国长征九号研发工作 不断进展 未来必定会承担 多项更加重要的任务 再加上 中国在空间站领域 也获得了重大突破 因此 在此后的太空领域 必定会有属于中国的一席之地